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今天咱们要说什么内容 大家看题目已经知道了 但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说几句跟内容本身没关系的话 所以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就看一下我视频下方的时间跳转 可以直接把这一段给跳过去 什么没关系的话呢 就是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更新 有好多网友发信 还有留言来问 就很关心 怕我是不是中毒了 因为我生活在纽约 现在美国已经反超中国 成为这个疫情中心 纽约又是美国的疫情中心 所以谢谢大家关心 我跟大家说一下 没有中毒 但确实是有点不舒服 现在我觉得年龄大了 好像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特别多 嗓子一直疼 我一开始自己也想 会不会是那种无症状的新冠肺炎 不是说也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症状 或者无症状 我本来还想去测试 后来一想测试了无症状 现在也是让你在家自己休息 所以我干脆就不测了 应该没有 因为我很小心的出去 现在已经不和别人接触了 然后出去也是要戴口罩 戴手套 应该没事 我归结下来 应该是在家里闷的上火了 一个是在家里闷的 无鸡六瘦的上火了 还一个是这两天忙着打击盗版 所以就很生气很上头 可能有点上火 连着嗓子疼 带牙银发肿 这是 所以感谢大家的关心 还有些网友质疑说 你是不是现在开了会员 就为了挣钱 就去更新会员专区 尤其是他们看到我 昨天更新了这个会员专区 然后就不来更新非会员的视频了 因为这块是免费的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上来想的话 我跟你说情怀 你可能也不爱听也不信 就说从挣钱的角度 我这个会员的会费 以我现在会员的数量 远没有非会员区的广告收入多 可能连10%都不到 因为你可能觉得是免费的 但是我其实有差广告啊 不是每个人都会跳过广告 有很多观众还是会看完广告 所以这一部分的收入 其实是我现在80% 90%的收入 我是不可能为了挣钱 而怠慢这一部分的视频 那为什么要先更新会员区呢 因为没有为什么呀 因为我就不觉得 这个先后顺序有多重要 我想一个星期的总量上购了就可以了 你看我以前其实也是 一个星期差不多两三期这样的更新嘛 其实只有最近几个星期比较频繁 那是因为有熔断啊 股市发生这么多 这么重大的事 连巴菲特或89岁都只见过这么几次熔断啊 80%的熔断 它都在上两三个星期见识到了 所以就更新的频繁一点 平时之前也是就一个星期两三期 所以我想总数够了就可以了 没有把先后顺序当回事儿 但是既然有网友这么说了 就算是我考虑不周吧 以后我也学个乖 好咱们言归正传 说这期的正式内容 U型反转和V型反转的问题 这个V型反转这个字眼 咱们也说过很多次了 之前我们说 以高盛为代表的很多分析师 经济学家都认为 这次会是一个快速的V型反转 我呢也承诺过大家 如果我看到他们的口风有所改变 就赶紧做节目跟大家更新 最近一两天 我就觉得他们的口风有所改变 我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标题 是关于有经济学家认为 现在可能是一个U型反转 这样的看法 Bloomberg就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总结了这些观点 所以咱们就按照节目惯例 把这篇文章的原文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 咱们先借用这个文章的数据和图表 把这个事说清楚了 然后再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什么事呢 就是经济学家之前啊 说的之前其实就是几天前 或者是最多几周前 认为这是一个V型反转 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现在停摆呢 没有伤筋动骨 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都没有受到损伤 最多是个皮外伤 就是暂停了 暂停建议按起来 就可以继续 但是事态发展到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 这不再是一个V型反转 因为经济停摆停久了 可就不是皮外伤了 要伤筋动骨 伤元气 所以大家很自然的就会问到 停摆停多久算久呢 之前的预设呢 基本是基于 就它的base case啊 基本是基于到今年下半年 截止到6月份就可以完全恢复 这样到夏天的时候呢 经济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人们还是该旅游旅游 该消费消费 可真的会是这样发展吗 会不会控制不住 会不会有复养 有第二波 会不会秋天以后卷土重来 所以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病毒要拖延到夏天的话 损伤可就要加倍放大了 Moodis有一个首席经济学家 给出一个图形说 那就不是V字反转或者U字反转 而是一个像Nike的符号 大家知道Nike的符号就是一个像对勾一样的 陡坡下来缓坡上去 这么一个状况了 而且这些在很大程度上 是取决于就业率和失业率 就是当经济恢复之后 企业和公司能在多快的时间之内 迅速的创造就业机会 把这些解雇的人重新聘用回来 今天高盛的一份报告还指出说 按照他们现在的预计到今年9月 有可能失业率会高达15% 顺便说一句啊 如果是在大选之前两个月 这失业率能有这么高的话 那川普重新当选就很悬了 不管是谁 谁在为谁悬 所以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吧 今年的情况真的是相当的复杂 研究资本市场 研究经济的人发现自己没法预测 因为要看病毒怎么发展 于是目光就转向了研究流行病的人 流行病学家发现这个事情要看政府怎么应对 说这个病毒是没有歧视性的对吧 美国中国意大利也好还是韩国 到底最后能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 主要是看政府的政策 于是又看满布光转向了 policymaker 就是政策制定者 那这些政策制定者 又要考虑股市 又要考虑就业 于是要就市 要发各种stimulus plan 要印钱 要直升级撒钱 还要顾及经济 于是他们又考虑 是不是应该每一个镇 每一个市轮番开放 自己评估自己的情况 或者让一部分人先回去工作 然后又转头要去看经济学家 所以这几个领域的人变成一个闭环 再加上今年大选在即 各种政治力量 民主党和共和党 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也好 拉锯也好 所以让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复杂 充满了不确定性 唯一能斩草除根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就是疫苗的产生 疫苗的大规模生产 就是我们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可以接种到疫苗 或者是推而求其次 现在据说有一定进展的 就是这个antibody抗体的测试 如果能有一个测试测验出 你是不是已经携带抗体了 已经免疫了 或者不会传染给别人了 那这部分人就可以放心的回去上班 或者出去吃饭 旅游 消费 那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 如果这个事可以发生的话 股市肯定 经济肯定是要有大幅的进步 股市也会回弹 好 说完经济本身 咱们说说股市 刚才其实已经不可避免的提到了 理论上来说 股市和经济体是不能剥离开存在的 它可以提前于经济体 但是比如它包含了对外来几个月的预期 但是它不能脱离开经济体 所以当经济还不明朗 为什么不明朗呢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疫情结束 什么时候能复工 当这个不明朗的时候 股市也不可能明朗 所以大家现在都说 上周一会不会就是股底 我个人的观点是 不是 至少还会有探底 不知道会不会低于上一个星期 很有可能会低于上一个星期 就是大概30% 35% 这样的从高点的跌幅 所以我觉得它不可能 就这样一路涨上去了 其实这些天 关于股市的谷底到底在哪 上个星期一 是不是就是最低点了 这样的视频非常多 各大博主都做这个 都就这个问题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看大家的意见还是挺一致的 有网友让我推荐一个 觉得分析的比较好的 我觉得从技术层面 分析的比较好的 有这么一个视频 我可以把这个链接 也放在我的视频下方 他不是一个个人的youtuber 是一个money manager 我觉得他这个视频是做给自己的投资人的这么一个presentation 所以非常专业 但是就比较长 如果你有耐心看完的话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清晰 也特别的有意思 很全 好 说到这儿 G7的内容就说完了 总结一下 帮大家理一下思路 第一 以前大部分的声音是说 说的以前其实就是很近以前 不是很久以前 大部分声音是认为这次是V型反转 但是现在至少就我自己看到的观点来看 认为是U型反转的声音慢慢多起来了 第二 到底是V还是U 或者说这些认为是U型反转 甚至是耐克形状的反转的人 他们要依据什么来判断呢 依据疫情本身 第三 今年的情势非常不好判断 因为疫情的本身 经济的走向 政治的因素 各方的博弈 全都掺和到一块 所以股市的走向可以说是 can take any direction 没有人能有把握 第四 因为这种不确定性 我个人不认为上周一就是谷底 大方向上看 应该还会有探底 不知道会不会更低 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叫做 It's a bottom Not the bottom 就是它是一个谷底 是不是唯一的最大的谷底 不见得 第五 如果想知道关于技术层面的分析 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方面的内容 我看也有些网友问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专 我自己觉得比较专业的 大家可以去看 视频的链接呢 我会放到我的描述区里面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鼓励 咱们下期再见